练成彭于燕这个要求高不高 有的小兄弟觉得非常的难 我觉得想有彭于燕的肌肉量并不难 因为它的肌肉量不算夸张 我觉得普通人认真练个2到3年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把它量化一下 彭于燕的身高是182 日常状态应该是75公斤左右 偏瘦 加上它的手脚偏长 我估计它的握推应该是70到80做主的水平 极限最多90的样子 假设它推拉平衡的话 标准引体不打浪的话 至少得十几个 极限的话估计能负重20多公斤 这个数据并不算特别高 你登上你要是塞拉像350到400 应该就有彭于燕的肌肉量了 但是想在低体质下维持这样的肌肉量 这点是非常的难的 你需要有极度的自律 如果你不上科技 自然健身的情况下 减脂是避掉肌肉的 想要捡到彭于燕这么干的话 至少得瘦两圈 所以你在刷之前 应该还得再多堆一些肉量 但是各位要清楚 彭于燕的长相并不是肌肉维度 首先它有强大的体能储备 开破风的时候 考过了场地自行车的专业症 它还有强大的格斗技能 开激战的时候 从战力格斗到地面索记双修 然后它还拍了很多武打片 会打武术套比 这个是它给自己的训练安排 几乎是满的 训练对它来说是一种需求 肌肉只是它的训练副产品 然后最难的是 它还天生的有一张顺脸 所以大家觉得想恋人朋友也难不难呢 评论区告诉我